北京时间11月24日 芝加哥公牛球员卡鲁索接受采访的时候 谈到了自己离开胡人加盟公牛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钱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打球方式 根据卡鲁索的透露 卡鲁索离开胡人的最大原因 是公牛开出了一份胡人无法匹配的合同 但是钱并非唯一的考虑因素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卡鲁索说 公牛和我详细描述了去到球队之后会如何打球 多诺万教练告诉我 他认为我的传球能力被低估了 因为过去几年我在胡人队 球不在我手上 我认为他说得很对 这是我认为我能够给球队带来的积极作用之一 此前 卡鲁索透露由于在今年夏天 胡人拒绝了卡鲁索的报价 只愿意为他提供三年2100万的续约合同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卡鲁索最终选择了以四年3600万 其中3000万保障部分加盟公牛 当时 甚至卡鲁索愿意一份两年2000万的合同留队 但是随着胡人的拒绝 因此卡鲁索也是选择了离开 然而 随后胡人选择以三年3700万的合同和球队的年轻后卫霍顿塔克完成了续约 除此之外 卡鲁索本赛季以来的场均抢断达到2.24 联盟第二 对此 卡鲁索也是解释称 这是一种本能 我能够阅读别人 我在这个联盟待了有三四年了 和大部分球员都交手过好几次了 甚至有些我已经和他们打过十几次了 我对他们的比赛方式有所了解 无论他们喜欢左路还是右路 我会弄清楚他们的倾向 如今 在公牛 卡鲁索帮助球队 目前12胜6负排名东部第三 本赛季的公牛也成为了后桥单时代最强的公牛 然而 相比起公牛在东部的风生水起 胡人目前9胜10负 胜率不足5成 排名西部第9 都比赛季的并不是在带中地 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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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识